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人》 我們繼續討論新版 接著我們要講的 全部都是輕小說改編的作品 第一套是首推的 真的是首推 我看完第一套之後 我真的拿回原作來看 我當年 第一季《魔王》和《獅子》都說過 當時出版同時有很多 又是魔王 又是一種題材的作品 而這套是特別 我跑出來之後真的拿回原作去看的這套 打光霸 魔王大人 笑足是可以笑足 應該這麼說 第一集看到他的誠意很足 他將一段三分鐘左右的《魔王》和《勇者》最後的決戰 明知這些是最後是沿用不回的 這些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次看到誠意 他真的設定了一套《魔族》的語言 因為本身你說 這裡我講一點 因為我看原作 原作那裡其實他沒有很著重在這裡說 背影交代了背影 是很少的背影交代 但是他特意把這段背影 本身是插入在回憶裏面的 他將他的群組成為一段段落 做出來給你去看 你當作普通作品裡面的《大決戰》類似中結局 應該說是聚研那部分吧 他將那部分做出來給你看 是否打了五分鐘左右 最少三分鐘 我不是很確實的 有基本魔界的背影交代 這支是滿的 背影交代 分四六軍就被人打殘了一條軍 然後《魔王》被用者入侵 用者的部隊打到殘殺 然後《魔王》打那麼點 《誒! Let's go! 我們走人!》 去了熱世界 踢去地球那邊 這段是造成的 作畫上來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是 作畫質素那裡真的不頑皮 我不算戰鬥 因為戰鬥那裡 你算吧 我覺得 他已經做了一個 之後不會再用的背景的東西出來 作畫那些東西 還要說了一些 之後不會再用的語言 作為一個語言學去出畫的話 那些語言是非常累積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呢 他說魔王 他不是說魔王 有種能力 很快去學識那個日文 為什麼他那個徐松 四郎 他都不懂的 他不懂的 在家裡 他講的出來 他講到的 你見他好像賣樓房地產 啊 懂個日文 好耶好耶 基本的 因為基本問題 那你實際講 可能做事就一定行 還有你可以當作劇情需要 其實不是語言 反而我覺得 我都不太focus 即是就算隨便 有一個設定出來 就說魔王很聰明 一去到原來 就有一種魔法 適合所有語言 這樣就OK了 即是他說我用少少魔力而已 我現在只有一把教 用一格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那其實就OK了 但你說之前做那麼多 其實那種就是一種誠意 我真的覺得 不過其實我在想著 魔王又有用魔力 又可以去 立刻去騙到個戶籍 又可以騙到個戶口 我覺得他的設定 當然剛才 河馬那件事有針對 但他至少就是 他做了一個設定 他cap了這班 擁有魔力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 用不到這個魔力 或者是有限度 因為去到這個世界裡 除了精夫之外 他手下 四郎 四郎 家庭主夫 他已經是沒有了魔力 他已經是沒有了 龍虎真的沒有了 他說他沒有了 但魔王是保持著 魔王是保持著 應該說 只是用聯之後 就不會再有補充 所以他這裏 當然你剛才說 魔王是很少 先要辦個戶籍 我覺得這裏是 他將一些 平時我們會覺得 看輕少說 一個無緣無緣無故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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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你不要想到 先去刮一把錢 然後跟著再去 不用出面過會政府 就行了 沒什麼 就行了 日本已經可以通知了 當然而言之 最終他就成功地用它謹慮的魔力 去騙了戶籍 以及租租了一間 公寓 沒有韓城 我開始是魔王的貧困生活 不是 他是你餒生長打證政府日本 他真沒這麼說 不是的,你應該這樣說,接下來也是,你看到這個魔王非常平民化,吃的永遠是鹹魚青菜,好像也沒有鹹魚,是瓜 他吃的,吃家瓶酒會做的,永遠都是那種味道,很厲害的,做的商店是做了麥當勞,抱著這個山高的姿態去炒薯條 不是的,是老麥來的 其實這裏他把原著小說裏某一個小段落去剪掉,因為他不是第一份工作是做麥當勞 他第一份類似是做人力派遣的公司,但因為公司被人取締了,然後他就失業,所以轉去他要去麥當勞打工 但這段其實我覺得是剪得漂亮的,因為根本不需要說,因為這一段,最主要就是說,最終魔王去了麥當勞打工 總之由魔王變成一個平民的存在,即是他有沒有錢要打工,要養自己,省錢 當然你說在故事裏面,為什麼四郎沒有工作呢,就是因為四郎的工作就要負責怎樣去這個世界裏面找回這個魔力 首先故事裏面有一個主題是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回到原本的世界裏面再次征服那邊,再次軍臨他那個異世界裏面 那如果是的話,其實是不用走過來的 不,他們現在走過來是被爛的,他們打輸了 那你打輸了,你回去也是打輸的應該,勇者在這的時候 所以他們在這裏即傳 中山再起 你有沒有看到動畫裏面說,餓身嘗膽他們是叫,用這個憤慨的生活來鞭策自己 當然是沒有鞭策到的 軍致報仇十年未玩,你沒一份十年回去勁了勇者 那當然你說,原來跟著法國就是說,勇者為了追尋這個魔王 追魔王 都踏上了這個異世界之旅,離了這個日本 不過不好意思,都是一樣沒有補充他的聖法 是要了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下去 就是他的神聖力量都是沒有補充的,你可以說 所以限制了他們,而一開始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就是作者 在這方面,這些世衛做得很足夠,我殺了他,我回不了他 這個一開始引致了劇情,就是他們要去保持一個暫時的停戰協議 同盟關係 沒有去到同盟關係 同居未至 這方面,其實 沒有同盟先同居,但是怎樣做 這方面,那個感覺就會是,做些事情很搞笑 還有大家都知道,主角是一個魔王 女主角是一個勇者 一個在麥當勞打工 什麼魔王勇者,我覺得魔王像勇者 他勇者,原廠魔王,嚇他的四人眼神,離譜了 好硬 你不記得動畫面,他以前是用面具打的 不要讓人看他的樣子 嘩,完全像殺戮戰士一樣 那些眼神,一看到他就想殺死你 另外,剛才所說的,魔王又好,勇者又好,平衡化 我覺得他是其中一個笑點之一 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我挺佩服你這樣很餓 他吃得鹹魚頂得鶴 即是說,我來到這個世界 我來到了東西,他不擺盤 麥當勞都照做,吃瓜沒辦法 踩單車沒辦法 即是那種感覺,他就覺得 他好像習以為常一切都已經習慣了 但他又不放棄他的理念 他一直說,在麥當勞裡怎樣 可以賺自己的大意 首先我要成為正式員工 然後踏上這個社會的部分 然後最終就要徵服日本 聽起胸膛說,我要成為正式員工 嘩,你很軟大 我看一個感覺就是這樣 即是說,可以了,有卡 他那個角色營造出來的氣氛 那個交流是很有趣 因為作為你幾個都是異世界來的人 他要去熟悉這個世界的一些法則 在這裡開頭的時候 那幾集已經引起了你的興趣 就說,他到底會搞出什麼笑話出來 但他們是很快適應的 但是接著就是 他們中間有一些理念 就像剛才阿摩所說的 某一些小小的理念 還有說,勇者 我要殺你,不過我明天要上班 他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們雖然擁有超人的力量 但是他們不能亂使用 所以他們會給這個世界的一些規則 尤其是錢 去牽制著他們的行動 就像魔王就說 被你發現了我們的巨點大魔王法 我沒有錢搬路 所以,沒有所謂 所以他因為這樣的種種限制 做成一個很好的笑話 很多很多的笑話 而大家的一年一年扣出來 是扣得成合理 所以你才能笑得出的 要不然是笑不出的 沒錯,我覺得這套作品 就算去到我自己看原作的 他一直都是秉承這件事 當然你說之後的 你都會知道這套 一定會有戰鬥的場合在裡面 不是為魔王 你幹嘛 而他這兩方面 其實他都平衡得很好 他不會因為 慢慢側重了戰鬥 而將他這些平常日常化的東西 因為這套東西始終是第一句打工 日常化是主線 戰鬥是副線 所以你會看到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他跟著原作去做的話 他的骨架其實是很齊整的 原作本身的骨架比較簡單 主事很鮮明的人物很簡單 而且他人物的索造做得好 所以照根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本身骨架 其實應該沒有問題 但你說這裡 其實很多人有一個 比較不同的地方 因為本身小說的 作畫那個人 其實畫風會比較文系那種 人物的角色畫出來的樣子 會比較彈性 但在動畫畫出來的樣子 除了勇者之外 那些人畫出來的樣子 是比較年紀大一點 所以你開始說勇者 他是二十歲 但我覺得他就這樣看 我覺得是二十歲的樣子 沒錯 我完全不覺得他是十六七歲 不是 你看他的身材才是十六七歲 你看隔壁那個 隔壁那個也是十六七歲 似何是十六歲 魔王像十五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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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看上去 本身你說這套 他有主線 他真的有少點 他可以帶領著 還有你在裏面 我覺得 你說有一個做得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說 他將麥當勞 那些東西 全都 現實生活的東西 全都 那些東西 全部你放進去 KFC都有 甚至是 你會覺得 很接近生活 這個魔王 是很接近你周圍的生活 甚至 可能你現在去麥當勞 跟你賣東西的那個人 其實他是魔王 不好意思 之前都有提過 其實一套動畫 有時候 要好笑 或要 叫做 感受會量多些 那是需要你貼近生活 所以他拿麥當勞 這些例子 你會覺得 麥當勞也有 周圍也有 我也有去賣東西 那你自己 其實你不需要特地 但你自己會慢慢代入 魔王像十五歲 他怎樣 那他就呈現給你 還有不知道 譬如勇者 他都是Docomore 做那些電話 因為其實 日本是很多 因為很多所謂的遊購 其實很多說明書 要去解釋 電話 要去解釋 那些人真的不懂 這個職業 就算你不知道這個職業 你也曾經可能打電話上去 求救 求救 所以其實都是比較 貼近生活的 其實會是 所以整個故事裡面 就是一個很貼近 現實生活的故事 你可以說是 很貼近現實生活的 不是那些 惡論什麼鬼話 你不會是突然之間 整天又突然之間 轉角有一條 有個很漂亮的女生 突然摸在那裡 又摸到她不知道那一塊 這些故事 是不會發生的 整天都 他還好的 我覺得他還要以東京攝谷 來做這個整個故事的背景 較為容易令外國 或者國內的人都明白 你是在做哪裏 你是在說哪裏 更加有一個同感 還有什麼呢 譬如剛才我講的 那一點 我很重要 我沒有說 因為他們本身是一個 即是用一些虛構的魔法 一個虛構國家 一個虛構人物 去到一個現實的地方之上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也是笑點之一 去營造他笑委的其中一個地方 最簡單的一個表現就是 那個所謂的 家庭主婦一來到的時候 師子魔法 擺了姿勢 現在警察就抓他上車 即是那個感覺 那人 回到你自己的智慧 你覺得這個人很喜歡 為什麼擺姿勢 而這件事很實在就是 作為這個世界 一個沒有魔力的世界 你擺姿勢 我不會覺得你出招 我會覺得 這個人 上路而已 沒問題 然後當勇者想打這個魔王的時候 拿出來的那是一把小刀 連那把劍都拿不到 那個又是笑點 那個又是笑點 即是現實到吵 我告訴他沒有錢 我只能夠買一把小刀 又不好意思 中業以前你買聖劍 知不知道 動畫去到第三集 就開始報一些主線的東西 開始超越日常生活 但他這裡的故事就是 所 真是看見你 就是現實生活 和超日常的交集 但兩者來說 我覺得他那個混合是做得不錯的 你那些非日常的物 全部都要在這個現實之下 對 要瘋覆 每一個人都要瘋覆 即是你要擔保人 你找這些魔王又怎樣 要擔保人 麻煩你 要付錢 我最喜歡的就是 那句 當勇者來到之後 你為什麼要找我 他說 魔王找勇者麻煩是天經地義 我一聽到這句 就說 好合理 我又覺得我真的播不到 我實在說 以今季的興書改編來說 這套我覺得 真是最有漢點 和故事的劇情 是最理想的 我心願做到一成曲得數 但其實想問一問 現在好像只有三個比較擔當的角色 之後會不會加入多些角色 之後會加入 又會陸陸續續 有很多就是 異世界來到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原則 真的做得很不錯 是的